问到就是说那个像这边清除 按下去然后跟公式 那当然你可以在那个编辑聚集的地方 你可以去录制聚集的时候 还有快速键 不过你还可以按右键指定聚集 那这边顶多是编辑 那如果说你要再加那个快速键的话 我们可能要再找找 我印象中是有 可是在哪里实在是想 因为我这快速键的功能比较少用 但是比较常用的功能是在这个 就是说如果你担心按钮会干扰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按钮放在哪里 上面上面这边有一个叫做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工具 这叫什么工具列 叫做制定快速存取工具列 它可以让你做一排在这上面 那这个怎么做 比如说我做完好了 假设清楚我不希望在这里 我希望放在上面 可不可以按下去 可以按下去 然后呢如果我要再产生的话 打个勾就可以了 清除打个勾这样OK 那你要几个功能这边通通都有 但是呢它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我印象中好像这个是会跟着电脑走 而不是跟着档案走 好像是这样 可能你们要特别注意 可能试一下是不是 换一台电脑的时候 这个按钮就不见了 你拿到别人 那里边还在重新加了 这是它的缺点 应该是要能够跟着档案走才对 这个我印象中好像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可能你们要再试一下 那它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说一样到那个上方这边有一个叫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有没有就是我们开启那个 有没有开启那个 就是开发人员标签这个 这同样位置你可以找到制定 那制定的地方呢 就可以再点击 由此选择命令 就是说你要把什么样的命令 放在这个上面工具列里面 那我们的命令里面 会有一个类别 叫做聚期 也就是说呢 那你可以放别的啦 那其中有一个制定的 就是你自己定义出来的这个VBA 它都放在聚期里面 那所以如果说你要要放按钮 把它变按钮的话 在这边按一个聚期 然后呢你就把这个地址 有没有 或者是地址清楚 加过来 这边有个新增嘛 那加过来的时候呢 假设我这边移除 这两个移除 这个加过来 它就一个 再把这个加过来 两个 可是呢 你会发现哦 它的按钮 如果你这个时候按确定的话 它的上面的icon 它会是像这样的形状 所以怎么办呢 下方也给你修改 你可以去修改 比如说叉叉 是那个清除的 那这个公式的话 你是假设打勾好了 这个如果你改了 按确定 上方就会多出什么 两个按钮 好这边就有清除 这边就打勾 那这样当然就会 如果说你不希望说旁边这个按钮 有美观上面不好看的话 我当然我讲过啦 你也不一定说做按钮 你可以插入用什么 用美工图案 用图案这些都可以啦 也不见得一定说要 是做按钮 所以这边顺便提一下 还有同学问道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地方 用VBA的方式去撰写 而不是说像刚刚是出现公式的话 那这个该怎么做 其实一样回圈是一样的 那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串接 串接的部分的话 当然呢 我前面教的课程都是用正列 后来发现好像正列 对同学上面的理解 不是那么容易 那其实大家如果你要理解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正列 想象成什么 有点像一个表格 那因为我有八个栏位 所以我必须要在记忆体里面 先产生 可以存放八个资料 八个栏位的资料 一个萝卜一个坑 先放在哪里呢 放在记忆体里面 有点像是剪贴簿啦 不过剪贴簿只能放一个资料 那这个正列有点像是剪贴簿 但是它可以放八个资料 你可以把邮递区号到楼通通放过来 放过来之后呢 再一起全部再把它输出到K栏的那个储存格 可是后来发现好像这样有点复杂 那为什么我以前会这样想 因为以前处理资料库的时候都会用到正列 所以我第一个直觉就是会用到想到正列 后来我发现好像不用那么复杂 因为这样子对理解上面不容易 所以我把它改写一声 就是增加一个S的一个变数 那这个S的变数的话 基本上我刚刚有讲的大概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撰写的方式 第一个回圈 你可以把那个地址清除 复制贴过来修改一下 叫做地址 回圈范围都一样 FORNAS FOR在这里 NAS在这里 多一个这个S 那S的话 它原来里面是空的 所以呢 你把什么呢 把B栏到D栏 其实你可以这样子缩小看一下 B栏到D栏 其实指的就是什么 邮递区号到街道的这三个 把它怎么样 先串联在一起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S里面 也就是说呢 我先跑第二列 第二列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S 这个S等于什么 这个S里面有点 它有点像是剪贴布 但是剪贴布会被盖过 它但是呢 它这里面 也有被盖过的可能 但是初期里面是空的 那我就先把这个 放过来 对不对 一个 那再放这个 那怎么放 中间加一个M的符号嘛 再把它放过来 对不对 这个也要放过来 所以中间就加一个M的符号 那这个指的就是什么呢 Sales B C D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吧 然后呢 底下后面是断 要判断 所以什么 if 当依然的这个储存格里面 不等于空的 才去串接 串接怎么串呢 特别注意哦 S刚刚已经串了对 你不能没有加这个 其实同学最容易忘了这个 S就是刚刚他们串接的 and几段 因为如果你少这个的话 怎么样 他就会把前面东西盖 就跟简贴簿道理一样嘛 简贴簿如果你Ctrl C 你再去选别的 在Ctrl C的时候 前面东西会在吗 不见的嘛 对不对 就是只留下最后一次的 那个Ctrl C 那这个道理有点类似啦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加一个S and几段嘛 如果说他不等于空字串 表示说呢 他是有段 有有有有段的 那但是如果他等于空的话呢 那就跳过了 跳过意思就没有断了 那一个 两个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复制贴上 下来就改成什么 改成像 那个他的蓝改像 None 号的话呢 不用判断 所以呢 直接怎么样 把中间这一个东西 贴过来 改成H蓝 H蓝的话就是几号 几号 那一样是什么 串接 所以Sand这个一定要 再来就楼 楼跟刚刚一样 也是要判断 最后输出 全部都串在一起 对不对 那输出到哪一个呢 输出到K蓝 所以S 等于 有没有 输出的在后面 要输出到哪里 放前面 这个串接完的放后面 这样的话就丢过去了 OK 所以这种写法 我觉得应该会简单许多了 你们也可以 稍微再 再比较一下 那另外 如果你对于那个正列的写法 有兴趣同学 我也把它放在那个 我们程式码里面的 这个下面有个叫地址 后面加一个正列 好 这个东西 那 因为这个可能复杂度太高了 我就 紧攻参考 有兴趣的同学 自己稍微看一下 好 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放一个就是说呢 再更简短 因为if的写法 这边会需要写三行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希望呢 这个if的判断 不要写那么长 写一行就可以的话 那顺便 我方又补充一个 更精简的写法 这个写法的话就是 还有一个什么 IIF IIF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简化那个if 它不用三行 它只要一行就可以了 写法上面 跟那个 在Excel里面函数很像 只是说多一个I IIF 如果这个里面是空的 那就帮我输出空的 反之就输出几段 不过因为 这个也是仅供参考 那如果你不想要 记那么多的话 这些后面两个 可以不用看 你就直接看 刚刚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需要 而且逻辑上面 也是跟前面是一致的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